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trap4 今天的标题是 咱们大家请看 制作汉堡菜单 什么叫汉堡菜单 你吃过汉堡吧 就那菜单 就那菜单 是这样 我当初一看 怎么还汉堡菜单 我一惊 我说哪有汉堡 后来知道 它指的不是吃的 是用的 好 咱们看一下知识 如何实现汉堡菜单 您现在不理解 没关系 一会儿我把代码 一运行起来 您就全理解 用到汉堡菜单 只是用到这么一个 Toggle 这么一个属性 用到什么地方 咱们往下看 今天关于汉堡菜单的知识点 请您参照这个网页 里面写的很清楚 很详细 不过目前是英语 这是今天的代码 这个代码 在咱们上期 做导航条 导航吧的时候 已经写过 只不过在原来的 基础上 咱们就增加一些 关于这个汉堡菜单的内容 我这么想 咱先别讲解代码 咱先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实际汉堡菜单 是个什么效果 返回来 咱们再讲解 是怎么回事 这比较好吧 好 那么试试 今天应该是第21课 让我运行这index 这个index里面 已经把汉堡菜单 设进去了 写进去了 那咱们看看实际效果 我点了 走 看到没有 这汉堡菜单 看起来跟上期 是没什么区别 是吧 没关系 汉堡菜单 我先跟你说 是为什么会有它 为什么就出现 主要是让咱这网页 适应多平台 多平嘛 这个多平台 这个平用的很好 可以当这个平台的屏 也可以当屏幕的屏 咱主要是适应多屏幕的平台 坏话说 手机平台 你说咱现在 帮帮帮帮 这列上一些个 这个网页的title 这个导航条 结果有十来项 你这没问题 PC没问题 那手机怎么办 它没那么宽屏幕 这就需要用到 咱们的汉堡菜单 让手机也能看起来 非常的舒服 就这感觉 那现在咱们看 咱们现在这个导航条 有大概四项 其实我应该再多增 加几项 那么好 咱们在手机上 比如说这个手机 屏幕没有大 只能显得到 YouTube一半 那怎么办 怎么让它可以 能够更美观的看到 那咱们试一试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 面包夹进去了 不是面包 汉堡 已经夹进去 咱们生面包 咱们试试 咱们现在把这个 网页的浏览器 给它缩短 平板 平板能看到没问题 再往下走 大家请看 我现在是手机了 我刚刚那些个菜单像 没了 对吧 去哪了 你看 这有个小面 这不是 这波面面包 这是汉堡 这有小汉堡 是吧 我一点 大家请看 都在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 它当是手机小屏幕 当然这个屏幕有多大 咱们可以自己设 也可以是平板 都无所谓 但它是这个小屏幕的时候 它就收起咱们所有的导航像 然后变成这么一个小汉堡 然后把每个导航像 加在汉堡里面的感觉 所以叫做汉堡 这个叫面包就不合适了 因为汉堡一般分多少层 对吧 好 这就是咱们汉堡菜单的效果 那咱们回到网页当中 咱们看一下它的具体的实现 首先这个页头 是一个container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是一个nav 没有问题 nav里面 注意这个地方 上一期我是不带这个sm的 今天带了 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nav这个条 什么时候显示 我写的是sm以上的时候显示 就换成我手机以上的时候显示 ok 然后背景色呢 是这个亮色 接下来给这个blonde 这里没说的 小马视频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是咱这期新家内容 这个什么button是吧 这button是谁 就是这个面包条 这不是面包条 这个汉堡条 汉堡的按钮 就是这个button 它们是一对应关系 那么好 咱们怎么设置这个汉堡按钮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句句都是很重要 首先给一个tuggler 说不什么 这是一个switch开关 叫做tuggler 它不叫switch 叫tuggler 然后这个tuggler呢 要让它收缩 这个是数据行为 这个是需要用到 不多strap内部的渣化脚本 所以咱们写上一个 data toggle 等于claps 伸缩伸展 展开 闭合 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 为了和炸辣交互 咱们告诉浏览器 你和谁交互 你展开谁 那这个target 就是说啊 我这数据在这儿呢 在哪儿 大家请看 有一个menu的id 这menu是谁 这也是上期没有啊 就这个地方 上期咱们只有导航项目 对不对 今天呢 咱们把导航项的外围 套上了一个div 这给了idmenu 这个menu 和这个面包 不是面包 这个汉堡 其实我一般爱吃面包啊 跟汉堡的这个数据target 要做上一对应 这个绝对不写错啊 写错的话 这个面包谈不出来啊 这个详细的内容谈不出来 汉堡谈不出来啊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span 这个没说的 这个就是指的 咱们这个汉堡的这个小图标 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个描述 这是bloodstrap icon的部分的知识了 有机会咱们再讲解啊 好 那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首先说 设上一个按钮 然后呢 让它可伸缩 然后设上一个数据的范围 里面给上一个小图标 然后下面的ID呢 是说 我要定义一个menu和这个button进行一对应 然后呢 它给一个class 这里面呢 现在是这样 咱们是初学者 咱们不用去管里面 这个为什么 这个class的收缩是什么意思 这个navibus收缩是什么意思 咱们没关系啊 咱们作为初学者来说 咱们就这么写上 它就能够实现 我给您看到的小屏幕显示出来的效果 好不好 里面的内容呢 和上期呢 也是完全的一样 就这个感觉啊 没有了 对吧 换到手机 就显示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咱们看一下啊 目前咱们的效果是 手机屏幕中呢 它才会显示 对不对 iPad屏不显示 这是这个平板电脑屏 这不是平板电脑屏 这是个人电脑屏不显示 这是大的显示器的屏 也不显示 对不对 那么咱想它在 iPad屏 稍等啊 我再拉一点 对 就这个位置 现在在iPad屏 也显示 这个汉堡按钮该怎么做呢 就这个地方 SM 把它改成MD 就可以了 咱们试一下啊 F5运行 稍等 我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愚蠢啊 应该是那个LTML部分啊 我说怎么露签了 今天 好 咱们再来啊 下午一生冷汗 我说怎么明明我 调的没问题啊 怎么突然不行 现在是PC屏啊 咱们把它缩小 缩到iPad屏 大钱出来了吧 我再拉大一些 iPad屏 显示 然后呢 手机屏 也是显示 没有问题吧 这个呢 就是汉堡菜单的显示方式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啊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 没关系 您就看这官方文档吧 也可以跟我留言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代码咯 今天的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看中的福气 供您下载参照 今天的视频呢 也会放到优酷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